大家早安球场时间呢 首先先来关注到炸弹气旋影响 美国迎来40年来最寒冷的耶旦节 暴风雪现在已经影响全美将近是2亿5000万人 而且呢已经导致30多人往生 纽约第二大城水牛城 由于临近五大湖的地区更是重灾区 死亡人数现在已经增加到7人死亡 低温狂风还有大雪的影响之下 炸弹气旋现在已经造成 美国大部分的地区是连续三天的冰封 有民众他们拍像呢 自己的花园里面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的模样 而且外出的民众呢 他们也拍下大雪纷飞能见度非常低的道路 可以看到呢路上基本上根本就看不太清楚 是相当的危险 那么面对严寒的气候 纽约州的州长霍楚他也呼吁民众 尽量要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另外他也表示拜登政府现在已经同意支持 他提出的联邦灾难宣言 将会派出大约是200名的国民警卫队的成员 来协助紧急救援人员 确认呢居民他们的健康是不是都好 是不是需要物资上面的帮助等 并且将物资运送到避难所 那么接着今天呢来看到台海问题 又再一次的登上国际版面 我国国防部今天公布 从昨天25号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为止 已经侦测到共军71架次 在台海的周边海空越来动态 其中跨越的海峡中线呢 进入到西南空域就已经有47架次 为近期共军扰台最多的记录 国防部强调共军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我国军方也已经运用了任务机 舰级暗制的飞弹系统来严密的监控应处 北京官媒呢确实也证实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已经在台湾的周边海空域 进行各项的打击训练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易陆军大校表示 12月2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猪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 这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 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实这一切呢都要说到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23号签署了2023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 支持对台湾还有乌克兰军事上面的援助预算 而且在同一天呢 美国国会他们也综合拨款法授权法案 在2023年度会提供台湾 偿还时间为12年的20亿美元的贷款 那么这份报告呢 当时涉及台湾的部分多达了50页 是历史上最大篇幅的一次 对此呢北京方面呢 更是一连呢四个单位发声回应 大陆外交部在昨天 前天24号的时候强调 美国这项法案呢 是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 是严重的挑衅行为 应该要立即停止以台制华 接着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他在同天的时候也批评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是变本加厉 将台海推向战争的边缘 接着在昨天呢 也就是25号的晚间 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谭克菲 他也同样批评呢 该法案是干涉了内政 如果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这个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接着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也是昨天的时候 同样是表示 已经在台湾的周边的海空 越来组织猪兵兵种联合备战的警权 还有联合火力的打击演练 更公布了一张呢 这张图就是 呃 眺望台湾的中央山脉的照片 直言呢 就是要针对美台升级 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 那么尽管没有直指呢 这个挑衅的行为到底为何 但是外界现在也推测 就是和拜登新签署的法案 是有关系的 其实这些表态呢 不外乎就是要强调 北京要强调呢 台湾就是他们的红线 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的 他昨天呢 也在2022年外交总结的研讨会上强调 中方是坚决抵制 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 两大国应该要找到相处之道 因为呢 中美两国是不脱钩 而且断不了链 两国应该要共同为中美关系来搭建 是稳定的关系 包括了四梁八柱 还有坚实的地基 而其实在四天之前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也才刚刚盘点了 2022的四大外交成果 其中他聚焦的焦点呢 基本上都是和北京的说法是南辕北辙的 王毅当时还直言 美方不要不断地挑战北京的红线 不过也在不久之后呢 其实美国国务卿跟布林肯呢 跟王毅两个人就即将在一月的时候 布林肯要去访问北京了 因此中美两国现在向世界表态 也被认为呢 两国外长是想要在见面的前夕 先相互的来过招 另外王毅他也在会上强调 世界要好起来 大国就必须要表率 因为大国如何相处 攸关世界的未来 世界要好起来 大国要做表率 大国如何相处 攸关人类前途 中国从对世界 对历史负责的高度 积极推动构建 和平共处 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我们坚决抵制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 推动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面对美方 执意把中国所谓最主要竞争对手 大肆围堵打压挑衅 致使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 中方采取坚决行动 反制枪权霸凌 同时开诚不公沟通 指明正确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